按照两脚的距离和角度所分的步范 正度左右两脚脚尖向着同一个方向 一前一后前脚脚和后脚脚前后距离 是一脚长左右是一脚阔称为正度 如果按照八方线和圆周度数则分 按照两脚的后脚端和前脚的脚端 落在八方线一鱼角线上 大约成二十七步角 是叫做正步 二步左右两脚脚尖向着同一个方向 一前一后 前脚的脚端和后脚的脚尖 前后距离是半脚长 左右是一脚拨宽 后脚尖和前脚尖落在八方线上 二角线上成四十五步角 叫做预步 按照千世所分的部分 自然步两脚并列 脚尖相齐 两脚中间距离 大约是本人一脚脚并列 两脚外缘之间的距离 大约等于本人的跨幅 于预备是初站时候的部分 平衡步两脚并列 脚尖相齐 右脚向右平衡迈出 两脚外缘之间的距离 要是本人的肩幅 于预备式第二动开步之后的步范 攻步重心在前脚攻伸 膝头脚和脚尖上下对症 不要向前闪或者是左右歪斜 后腿要舒展开 后脚肩要伸直 后脚掌全部轻轻地踩着地 正步预步皆如此 鱼腩脚尾第二动 座步 后腿弯曲身体后座 美女对症后脚 重心在后脚 前脚舒直 前脚蚱轻轻地踩着地 脚尖上竅 如揽着尾第一动 騎马步 两脚定列分开 两脚可微向外斜 中间距离大约是前两脚长 两脚弯曲 身在两脚之静中蹦低 重心平均在两脚 如邪单边第二动 虚顺顶部 右脚横顺 右脚直立 右脚尖轻轻地踩着地 左脚扎扣在右脚内側 左脚膝部微屈 两脚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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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定字 如左高探马第一动 南室押部 第八十动 第八十动 攻左身 左攻步 左掌前岸 或攻右身 右攻步 右掌前岸 皆为顺步 一字步 一字步 两脚一前一后 攻步或坐步 前脚里扎 以后脚里扎 在一条线上 如野马文中 第二动 定步的动作 撲步 两脚尖直对前方 平衡分开 两脚之间的距离 是两脚长 右腿攻身 伸向右腿下坐 要伸直 左腿梳直 左脚掌 全部轻轻踩着地 重心放在右脚 腊掌要求五指分开 指尖向上 大指手折 以食指 第二折横文 情水平 如滥室 两步之掌 这样 要求是 依孙随 逐步 但是 顺步掌 則大指 磨指 其余四指直立 如撲练掌之掌 平掌 掌心向上或向下 指尖向前 如揽着尾第五六动之掌 側掌 掌 掌直立 五指数换 碟下 不要过神 太极拳脚勾 币 大指高 五指数换下垂 刀尖去楼向下 如單邊的歐,實歐,五步彎曲,五指最老歐尖向上, 如軸底向垂,同退步跨虎之歐,五指最老的原因是便於上臂骨, 骨,向外旋轉,向後伸延,分腳,一腿獨立輸淨,另一腿提伸,然後再將小腿向外分踢,腳尾要平,腳尖向前輸身, 按腳,一腿獨立輸淨,另一腿提伸,然而將小腿向外按出,腳尖向上,腳尖外按,而轉身按腳, 擺連腳,一腳獨立輸直,另一腳提伸,然後再將小腿伸身擺腳,腳面要平,腳尖向前輸身, 單手或雙手,在擺腳時,和腳面叮叮叮叮叮打,而十字擺連,和轉腳擺連, 盤架子,太極拳的承托拳式,在習慣上叫做架子,盤架子,就是打拳的意思, 由於太極拳是一種異形並重的武術,不單止流傳下來的樣色有好幾種, 而且同一種飾養,由同一位老師傳授到造藝比較新的時候, 各個人也不會在飾養的神似或形似上完全一致的, 因此,太極拳的架子,還可以根據學拳人,自己身體的強弱, 或者是要求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架子, 都可以分作大、中、小、三種知識來練,一半應該先向大女練,然後再向小女練,